欢迎收看6月4号的财经Expresso 晚上好 我是嘉炫 新闻开始来看股市走向 在经济解封复苏 及中美关系紧张之际 许多股市都陷入窄幅波动 甚至回吐涨幅 但马股连续第7天走高 大涨了23.31点 收报在了1561.84点 在汇率方面 由于出口表现逊色 令吉汇率全天趋跌 毛利对美元贬值至4.2740令吉 对新元则上升至3.0453令吉 接着有起Black & White单元 首先有联昌银行的消息 联昌银行早前因为新加坡客户的贷款 而拨出大笔不备之后 最近再次在新加坡碰钉 原本计划将抵押贷款低价 从0.1%提高到0.9%的联昌银行 在客户纷纷提出抗议之后 昨晚宣布撤回 并选择维持其抵押贷款的最低利率 该银行的首席执行员表示 由于考虑到市场的存款成本已经降低 因此可降低存款利率和存款成本 从而将最低的利率保持在0.1% 对该银行较早前的公布 引发许多客户表示不满 甚至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网站 时以压力 最终该银行不得不撤回原本的决定 他们也对此表示歉意 换个焦点 疫情下除了口罩免棘手消毒意外 手套也成了人人抢购的防疫用品 在有利可图之下冒出了不少骗案 大马橡胶手套厂协会就有说到 有会员承报市场出现持有假公函的假代理 也有买家收到手套会涨价或交货期缩短的假消息 对此该协会就提醒本地和国际买家 在购买医用手套时必须要保持警惕 因为除了真正的制造商外 没有人可以限量供应备用手套 该协会的会长刘昭福也透露 其实现在整个行业的订单 直到明年初都已经满了 所以他再三提醒所有的买家要格外小心 如果不确定 可以直接跟制造商或向该协会进行核对 最后来看我国4月出口的数据 全球供应联受到冠病疫情干扰 拖累了电子以及双油外需 全线下跌 4月的出口急速萎缩23.8% 接下10年来最大跌幅 跌势比市场预期萎缩15.1%来得更加严重 这也是1月22年来首次出现35亿贸易赤字 数据显示 我国只有出口至中国增长4亿8800万令吉 其余像是出口至欧盟 美国印度邻国新加坡泰国等都是呈下跌趋势 尽管出口深跌 我国在出口按年增长38.2%至186亿令吉 并且占了总出口的28.7% 对于出口下跌 资深的经济学家李新玉并不感到惊讶 他也希望民众不要过度的慌张 对于他而言 刺激仍会萎缩11.5% 但第三季或者是年尾的出口 与经济可以缓缓的不俗 今晚的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